时报作业是碎形战斗保障任务的重要手段 爆破手只有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才能够成功完成战场爆破任务 近日陆军第81集团军牟旅工兵分队 在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时报作业 有效检验了工兵分队综合破障能力 口令下达后 爆破小组迅速占领阵地展开时报作业 电起爆法作为工兵分队基础训练课目 不仅要求爆破手熟练掌握操作流程 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稍有疏忽则达不到预定爆破效果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各小组依次成功起爆 为了应对不同场合的爆破需求 爆破手先后使用爆破穿孔器 钢柔组合爆破桶 掩体爆破器 爆破炸坑器等制式爆破器材 对目标地域实施精准爆破 为充分检验爆破手综合破障能力 指挥组现场设置了包括反坦克三角锥 铁丝网 铁轨 原木等在内的综合障碍场 爆破小组需要通过交替掩护 协同配合抵达障碍区 根据障碍物的不同特性 选择不同位置放置炸药 以达到预期爆破效果 炸药以达到预期爆破